哈嘍大家好 今天呢 沒有DocCock 今天我是很認真的 你看我的眼睛 你看我的臉 我沒有笑 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這幾天我身體不舒服 所以沒有時間正面來回應 關於4月1號我的告別式那天發生的事情 那今天我主要要跟大家談的呢 是關於新聞自由 還有執情權這件事情 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 這次的黃明志生前告別式整個活動呢 我是沒有在場的 我甚至呢 也沒有參與跟討論整個告別式的流程 整個東西呢 都是由公司的同事幫我策劃和執行的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那麼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我自己沒有參與呢 那是因為我們整個活動的目的呢 就是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做申請規劃 那有一天你不小心Cock到頭 或者被Arupa死掉呢 那你的上理就是由別人來幫你辦 可能是你的家人 親戚 朋友 但問題是 沒有人是你肚子裡面的回蟲 沒有人知道你要做什麼 要高調還是要低調 要華麗還是要簡卜 照片要選哪一張 棺材要什麼color 而且還要連累這些身邊愛你的人 一邊為你難過 一邊為你的身後事操心 像我的話呢 大概在14年前就已經簽了捐獻器官的合同 是全部捐的那種 萬一有一天我在路邊車禍不小心死掉 Ambulance看到我皮包裡面這張卡呢 就會立刻送我去醫院 然後把身上的器官呢 馬上拆出來拿去捐 捐到完 我沒有呼籲大家這樣做 我只是想表達 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很多事情是沒有人可以幫你決定的 只有你自己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要表達的 生前規劃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計劃呢 就是由公司來幫我辦完整個告別式 我不參與不出席 然後他們會把整個活動拍成一個紀錄片 到時候呢我就會一邊看一邊拍reaction 來看他們到底做了什麼鬼 可能這個紀錄片連我看完都會罵的 也不一定 大家敬請期待 第二件事我要先講明的呢 就是我們有始至終沒有給過任何媒體新聞稿 也沒有回應過媒體任何問題 愚人節當天你們看到的一大堆新聞 全部都是外面在亂傳 然後被媒體亂爆出來的 至於那位新週日報的美女記者 不請自來KPKB這件事情呢 我本身也是看新聞才知道的 到底是死還是沒有死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把這件事情鬧得這麼大 你浪費了這麼多社會資源 你就應該對外界有一個交代 民眾所有在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都應該有一個知情權 把真相告訴我們 但是放心 我今天在這裡呢不是要罵他 雖然他一直在那邊大大聲喊 黃明志到底死了沒有 這種話 我也不會罵回他出話 也不會比中止 也不會吐口水 因為我本身呢也是喜歡KPKB的人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當時的心情 也支持他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馬來西亞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言論和看法 就算我不認同你的看法 但我必須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當然我也會捍衛我反擊你的言論的權利 這個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那位美女記者講的沒有錯 媒體確實有知情權 那是他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打算去隱瞞任何真相 這種事情也不可能隱瞞 等我們全部人make sure整個東西做完了 結束了 過了12點 我們只要按一個button就send出去了 但問題是 這些記者並沒有等我們公布 就跑去現場 不請自來 硬硬 要提早拿到他們所謂的知情權 這個情況就好像有人早上去買4D 然後一買完 不想等到晚上開獎 中午就馬上打去逼人家4D要提早開獎 給你知道你到底有沒有中 就好像人家講故事或者猜謎語講到一般 人家還沒有 廣東話叫 你就馬上在那邊逼人家講結局給你知道 待命明明還沒有到 你就要逼人家馬上破梗 破梗 在Hokkenway呢 就叫破康陶 硬硬在那邊把破康陶 講成知情權 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ruth和自己的schedule 包括我們也是一樣 有我們自己的行程表 人家不是不給你媒體知情權 只是時間還沒有到 你等一下是會怎樣呢 你在那裡KPKB罵我的同事 喊大大神皇名字到底死了沒有 死還是沒有死 講出來 然後被人家拍上去被罵了 才來聯合幾家媒體一起來帶風向 派水君用幾百個帳號寫一模一樣的東西來罵我 大家看看這幾天中文媒體的新聞你就知道了 很明顯完全就是在帶風向 另外 pionpad假榴槤 Ok 還有一點 我們也寫明了 謝絕拍攝和採訪 就是擔心記者會進來亂拍 會在那邊吵影響到別人 而且也擔心如果他們進來採訪的話 不只是破康陶 等一下在那邊拍了亂edit 扭曲了整個活動的意義 這樣不是更慘 你們要知道這些人亂報我的新聞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StarPetPet的官司明明是一勝一負 結果寫大大黃明志敗訴 申訴的寫小小 要不然就是寫我在那邊跟誰苟結啦 那邊猜測啦 評論啦 全部都是道庭圖書的新聞 現在連林北在亞馬遜被兩隻老虎咬死 這種新聞都可以登出來 根本沒有去查證過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如果給他們進來告別式採訪 整個報導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用你的鎖骨 或者用你的鼠息來想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決定同一時間揭曉 就是為了避免這種問題 如果在外國的話 一些私人場合如果寫明 禁止拍攝和採訪 他們的記者肯定是不會進去的 他們會乖乖在外面等候最新消息 就算是那些新聞很自由的國家 比如美國啊 日韓 台灣 歐洲都好 那些明星如果出了什麼大事情 記者也只會在他們家門外 醫院門外 警局門外 等人家自己出來宣布 為什麼咧 因為這個是行規 也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 我是讀大眾傳播系畢業的 我上面講的東西 新聞學老師都有教過 你不能夠拿你是記者 來道德綁架 別人一定要提早給你破康陶 該認錯的我會認錯 不對的事情我就會講不對 我之前停電跑去TNB KPKB 最後被告上法庭 罪名成立 我一樣要坐牢一個月 後來是因為我們去求情 才可以拿三個月去公園掃地來換坐牢 因為我在法律上是不對的 我不是讀法律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我要面對 現在我跟你講的呢 是新聞媒體界的行規 一般民眾不懂 我們不可以怪他們 但是我們是讀大眾傳播系的 是有讀新聞原理的 The Principle of Journalism 讀過嗎 別人不懂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你是記者你就一定要懂 老實說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的個人想法是我認為這些記者 真的要的不是什麼執行權 也沒有他們講的那麼偉大那麼清高 他要的呢 就是搶獨家 用破別人的抗陶來賺流量 就是這樣罷了 還有我想問啊 請問如果我真的死掉 對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死掉明天股市會掉嗎 馬幣會掉嗎 沙拉瓦會獨立嗎 劉特佐會變獸跑回來自首嗎 大眾真正需要的執行權 是那些警方還沒有破的懸案 政治弊案 貪污 請問這些記者你們會不會代替人民 衝去Ballet裡面 硬硬去撇警察給你看別人的口供 或者衝去停時間拍屍體罵法醫 衝去那些貪污的政治人物家裡面 把他們的精煉和名牌back拿出來拍 為什麼你不敢做咧 子情權嗎不是很大咩 為什麼你不敢咧 講出來 講 還是是因為看我好欺負 看我被你們欺負那麼多次了 也不敢怎樣 所以就可以一直欺負我是嗎 啊 講出來啦 至於我網友提到呢 說生命是不能拿來開玩笑的 我想說 那個是我的生命 而且那天是愚人節 最重要我沒有拿別人的死亡來開玩笑就ok了 過去幾年的愚人節呢 我們也是開過其他的玩笑 甚至今年啊 我有看到很多網紅和藝人都有在玩 相信大家在愚人節也有玩過各種騙人的遊戲 不要假假 ok 如果愚人節不玩 啊不然等到中秋節還是端午節 還是三八婦女節才來玩是不是 還有那些批評所欺騙粉絲的 這個東西呢 你們可以去問那些有出息的人 他們來到現場我們都很尊重 有人代位 有人招待 也特別交代不要送花圈 不要給白金 每個出息的人呢都有送他們一份小禮物給他們帶回家 冷氣也是開冷冷給大家在那邊管理 我的親戚朋友 甚至我的父母全部都是事先通知安排好的 但老實講呢 這整件事情 我不得不承認我們是有失算的 失算的部分是因為我們一直認為 4月1號是愚人節 大家一定有common sense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東西 尤其那些真正的粉絲 一定會知道 本來笑笑就過了的 當天我們發布消息的時候 下面大部分的留言都知道是假的 你們可以去scroll一下看一下 但是由於後來媒體一直在那邊 Part 1 Part 2 Part 21的報導 所以整個事情才搞得很大 才會帶篇整個東西 所以老實說 這一點是我們失算的 我們經常推出很多很正能量的作品 做了很多很好的活動 包括慈善活動 還有一些有意義的紀錄片 但是媒體不是沒有報勒 就是等小小 反而那些謠言 或者對我們不利的新聞 或者假新聞 他們就分成幾十個part在那邊報 在那邊亂寫 做標題黨 我知道這些媒體一直不爽我 一直針對我 我也知道自己鬥不過他們 所以2015年的時候我才決定不要留在這裡浪費時間 所以我才跑去外國發展 是一直到後來 我在台灣有一點小成績了 有同事就建議我不要在那邊跟媒體不爽 要我跟他們做朋友 good friend friend share hand hand 所以後來我們才聽了同事的建議 每年農曆新年和中秋節 我們都會送李蘭過去 送專輯過去 就是為了要表達我們的誠意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結果還是一樣 一樣標題黨 一樣帶風向 一樣不播歌 一樣亂寫 一直針對我們 我們已經 OK我發現已經講太多了 我現在要總結我今天講的話 這次的告別式活動在愚人節宣布 但是整個活動是認真嚴肅的 推廣關於生命體悟的新歌 MV 和推廣生前規劃 這個才是真正的目的 因為那是必須的 那是我的工作 那些假新聞不是我們爆出去的 是媒體自己亂亂登的 在這裡也順便提一下 我們的MV 當我離開以後 已經推出了 很高興看到大家反應那麼激烈 看到這個成績我真的很欣慰 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面對生命 也勇敢地面對死亡 身為創作者的任務 就是要創新求變 要突破 不能沒守成規 要夠大膽 因為這是我的職業 所以這麼多年來 才會有那麼多廠商 願意跟我們合作 來宣傳產品 來sponsor我們 雖然我們很貴 有上淘寶買東西的朋友 一定有看過一句廣告詞 很貴 但是很好用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神 或許有時候跑得比較前衛 有時候會被罵 但我相信有一天 大家肯定會明白我們的用意 因為時間可以證明很多事情 剛才我講的TNB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的老家一直停電 我跑去罵他們 結果被很多人罵 但是隔了幾天後 首相就站出來 要求TNB改善服務品質 然後後來呢 他們的服務態度 的確改善了很多 我是親眼看到的 這件事呢 我一直都感到非常驕傲 是一個我可以拿出來 催到老的事情 我一個人被罵不重要 被判刑也不重要 被罰掃地 被挖屁股動 被當眾羞辱都不重要 我認為重要的是 整個事情最後的效果和成果 就像這次 我們一直在推廣的 生前規劃一樣 我相信有一天 你們一定會明白 也會用到 最後呢 我要感謝那些 來趁熱度亂罵我的網紅 還有帕康陶的媒體 來幫我們帶流量 也要感謝那些能夠理解我 幫我講話的網友 粉絲 網紅朋友們 當然還有我的團隊 很多天沒有睡好覺 做到半死 感謝你們的付出 影證不怕繩子鞋 腳證不怕鞋子歪 接下來我們一起加油 做更多更好的作品 最後也謝謝大家那麼有耐心 看完整個影片 這樣長你都看完 Kokun kap Kamun Kamsaamida Arigato gozaimasta Torimakase Spicy bar Bias la Okun 感謝 謝謝 當我離開以後 什麼也沒帶走 不必為我難過 不必鋪張到念什麼 仰望天空 每秒鐘都有星星墜落 一生即時彷彿 從不曾來過 當我離開以後 離開你的溫柔 雖然會有不捨 雖然有遺憾在心中 若看念後 或許還會有人提起我 翻越我唱過的歌 扶著我相望的 扶著我相望的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